- 我就知道你对这种怪东西感兴趣 - 让人家以为你的这个欧洲的美食品味非常的高 - 我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耶 - 你看他 - 你看你吃非常的美好 - 咬到后面的时候一股XX的味 - 满满的南瓜 - 勾勾 勾勾 - 这摆盘还不错 - 看起来很乡村感 - 就一个盆子翻倒的感觉 - 隋德就最有名的就是冷冻区了 - 这个香蕉冰 长得好可爱耶 - 一口一个这样子 - 不是一根香蕉的 - 这个吹吹就的时候很多华人朋友会说 - 他们冷冻区的这些亚洲的食物呢 - 评价非常的高 - 这一集呢简单就是来一些亚洲的食物来吃看看好不好吃 - 好啊 - 炒饭 - 酱料 - 哇 - 青豆 - 跳过 - 你看这一个酱 - 好酷喔 - 这也是辣椒吗 - 吹的就是都超坏的 - 冷冻食品上面放酱料 - 然后又放零食 - 然后你看了都会觉得 - 这个也想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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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起来都好好吃 好好吃喔 -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耶 - 剪心书里面有那种 - 那种蒸果酱之类的感觉 - 哇 - 哇 - 我看见亮点了 - 佩瑞佩瑞 - 是我耶 - 你要不要买我 - 帮你看就不好吃 - 哈哈哈 - 没有买 - 哈哈哈 - 拿这辣酱可以买点吃吃看啊 - 哈哈哈 - 哈哈哈 - 直接买现成的水煮蛋 - 不用自己煮了 - 就通常都会比一般的蛋还要再贵一点 - 但这里好像一样耶 - 你看 - 六颗 - 二点六九 - 煮好了 - 六颗 - 二点九九耶 - 这个买煮好的还比较划算 - 你还省时间还不用剥壳 - 对不对 - 酒好便宜哦 - 在美国真的 - 买酒比买饮料便宜 - 都比珍珠奶茶便宜的感觉 - 哈哈哈 - 像这样子的一瓶酒 - 就是一杯珍奶 - 哈哈哈 - 的价格 - 你看一瓶三点四酒 - 连珍奶都买不到 - 你连珍奶都不如 - 哦 - 这也太可爱了吧 - 哇 - 这包装好好看哦 - 忍者龜 - 诶对 - 忍者龜耶 - 是什么 - 啊 - 小邦尼 - 太可爱了吧 - 我找到鹦鹉了 - 吹得救死这里 - 常常会有那种 - 找到他们的娃娃 - 可以领一根棒棒糖啊 - 什么之类的活动 - 就小朋友可以 - 去拿糖果 - 哈哈哈 - 近期的网红袋 - 吹得救死的薄冷袋 - 很多人在群组都讨论在买这个 - 这个 - 我看到被这个哭乳头吸引 - 哈哈哈 - 它的Spicy Taco Sauce - 哦 - 墨西哥Taco的那种辣酱 - 对 - 然后画的哭乳头好像很辣 - 这样吃的会变哭乳头 - 对 - 感觉还不错哦 - 它包装都好吸引人哦 -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来的 -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哦 - 因为在Facebook的华人群组里面呢 - 拿到狂推这个 - 台湾Needs - 台湾的这个葱油饼 - 国的有机超市卖台湾的葱油饼 - 哈哈哈 - 回去试吃看看 - 耶 - 这个太酷了吧 - 这个巧克力是洋芋片 - 加化夹子 - 加上那个 - 美国小朋友常常会吃那种 - 硬硬咸咸的饼干 - 然后把它们变成一坨巧克力 - 这样就是咸咸又甜甜的 - 不多就要3.99了 - 那你自己做好了 - 我就知道你会被这个吸引 - 哈哈哈 - 因为它说又咸又甜 - 这个人买东西就是 - 只要是单甜味或单咸味 - 我都不想吃 - 为什么对这种怪东西感兴趣 - 但是真的要买 - 这个好像很厉害 - 这个我刚拍过了 - 这是什么 - 这个是辣椒啊 - 然后里面包什么 - 包起司 - 很酷对不对 - 对 - 你有没有觉得很想要试试看 - 可以啊可以试试 - 超怪的对不对 - 因为它又说又辣又甜 - 哈哈哈哈 - 辣的辣椒 - 可是它又说sweet - 嗯 - 准备结诈 - 我刚看到这盆花好漂亮 - 把它带回家 - 好 - 我要来开箱 - 我们要来开箱 - 我们在Trade Juste买了什么 - 我们在Trade Juste买了什么 - 交给你 - 好 - 开箱 - 主要还是亚洲食品 - 或是我一些 - 我自己也非常好奇 - 没买过的食物 - 看看 - 第一个呢 - 是这个猪肉的烧麦 - 好 - 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讲 - 在店里面拍到的这个 - 越南的牛肉盒粉 - 这个呢 - 名字很酷 - 叫做Bird's Nest - 就是鸟巢 - 炸鸟巢 - 等于是炸了这个 - 蔬菜天妇罗的感觉 - 然后这个呢 - 也是看到我觉得蛮好奇的 - 叫做Pickled Pups - Pups - 是有点像是小狗的意思 - 但它是热狗在里面 - 外面一圈是 - 那个烟酸黄瓜炸皮 - 所以 - 也是没吃过的东西 - 好 再来呢 - 是这个 - 叫做Breaded Cheddar Cheese Curds - 这是在美国很多那种 - 就是原油会啊 - 或嘉年华会里面那种 - Food truck 有没有 - 或是美食的那种 - 小摊子呢 - 他会卖这种 - 就是炸乳酪 - 炸起司 - 炸起司再沾 - 再沾起司酱吗 - 不知道 - 反正等一下来看看 - 好 然后这个是讲的这个 - 这个 - 这个洋芋片 - Pretzel - 咸饼干 - 还有这个 - 在台湾叫做画夹子 - 在美国叫做Furritos - 玉米片 - 然后做成的巧克力糖果 - 然后这边呢 - 是有一个猪肉的煎饺 - 在美国很多城市 - 如果你刚好住的地方 - 没有亚洲超市的话 - 那你就可以到Trader Joe - 买煎饺吃 - 这个是公保鸡丁 - 因为我已经记不得它吃起来什么味道 - 我们上次买可能三四年前了 - 然后我想说 - 再重新回味一下 - 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在美国这边 - 只要有华人餐厅 - 我大部分都会点公保鸡丁来吃 - 就连在美国的Panda Express - 熊猫快餐的公保鸡丁 - 我也觉得还蛮好吃的 - 好 Trader Joe的这个韩国辣炒年糕 - 好 - 这个是Trader Joe的那个零食 - 其实他们也很多观众朋友说 - 评价也很高 - 这个是Ghost Pepper - 鬼椒的洋芋片 - 看看到底会多辣 - 这个就是台湾之光的这个葱油饼 - 这个是意大利的这个甜椒 - 它上面说有点辣 - 然后里面是包起司 - 然后其他的呢 - 还有些调味的酱料 - 一个是PerryPerry Sauce - 然后一个是这个看起来很辣的 - 这个墨西克Taco辣酱 - 好 最后呢就是 - 它那边有卖各种各样的那种 - 意大利面 - 各种形状都有 - 我们觉得这个形状 - 我们目前这辈子还没吃过 - 蛮有意思的 - 就买来看看 - 给大家参考看看 - 好 因为今天呢 - 要加工的加热 - 非常多道菜 - 那我们就想要试验一下 - 就是说 - 像大部分的人啊 - 会买这种 - 佛的对不对 - 就冷冻佛 - 冷冻烧麦的啊 - 有些人当然会讲究一点 - 你就用自己买那种竹笼 - 那种蒸笼 - 有没有自己在家里蒸 - 那当然也可以 -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想要试验看 - 因为它的料理方式里面 - 也有直接教你说 - 用微波的话呢 - 是用怎么样的去微波 - 所以呢 - 蒸的部分我们就用微波来替代 - 然后看看那个口感 - 吃起来会怎么样子 - 反正我们主要是吃它的调味 - 然后像需要锅子煎的 - 像比如说葱油饼啊 - 还有这个公保鸡丁啊 - 锅贴啊 - 等等的 - 那就是我们要去平底锅 - 那个一定要煎过才行 - 你总不能把葱油饼就直接放在微波炉里面 - 对不对 - 好 - 那所以大概我们的料理方式尽量求快 - 毕竟买这些东西主要就是为了方便嘛 - 对不对 - OK GO - 好 一杯水 - 加辣炒年糕酱 - 这间脚的皮感觉好薄哦 - 韩式酱汁的这个辣炒年糕酱汁开了 - 所以呢 - 把它拌进去搅拌一下 - 好 - 酱油饼好了 - 微波专用的蒸笼 - 加一点水 - 米波专用的蒸笼 - 烧麦先过一下水 - 然后放上来 - 直接微波 - 直接微波 - 直接微波 - 公保鸡丁 - 宫保鸡丁 - 肉的部分我们先用气炸锅 - 肉的部分我们先用气炸锅 - 炸锅 好,回來開火 OK 出菜 你的起司爆漿了 對,差不多爆漿就可以拿鮮炸出來了 好啊 哇 最後呢,把最好吃的花生放進去拌炒 辣炒蛋糕 啊,想買 好,我們備餐的過程呢 有些東西用氣炸鍋 那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偷懶 想要一次做三種料理 可是每一個要氣炸的時間都不太一樣 我就用這台我們的烤披薩機呢 它本來也有這樣的功能 它是開放式的 在那邊烹飪 在那邊把它加熱 所以我可以看到 哪一個品項呢 如果已經Ready好了 熟了我就可以先把它拿下來 然後讓其他東西繼續加熱 我覺得這樣比較方便 不然的話如果用那個 蓋起來那種氣炸鍋有沒有 我要一直這樣打開看哪個東西好 就很麻煩 這樣也很容易出錯 那一次要加熱三種東西 就比較累一點 那用這個的話呢 就各種溫度的 我就可以用四節去看 這麼多東西呢 要來開始試吃一下囉 大家最想看什麼啊 哦,我知道 你們最想看這個 牛肉河粉對不對 哈哈哈哈 你猜錯 公跑雞丁對不對 好,那 大家越想看的呢 我就要擺在月後面吃 哈哈 好,我先吃這個 這個看起來已經快爆漿的起司 有沒有 好,爆漿起司來吃一下 起司口感很像快要融化的口香糖 鹹鹹的,然後奶香非常的足 單吃其實還蠻好吃的 這個鹹度剛剛好 但是呢 大家知道我個性呢 我一定要試一下這個沾醬 好,Perry Perry Sauce 好,先倒一半 那順便呢 這個 骷顱頭的Taco Sauce 辣椒醬也來一點 Perry Perry醬 來吃吃看 到底什麼味道 哦 哇,這裡面有什麼味道 好辣哦 老婆的味道 辣妹的味道 就有檸檬汁 辣椒 水 大蒜 可能就兩三種不同的辣椒油 這樣子 吃起來 感覺比Tabasco還更辣 然後更酸一點 然後 它有點橘奶色的感覺 所以吃起來有點creamy的感覺 所以這是跟Tabasco不太一樣的味道 哇 不敢吃辣的可能不要 哇,真是 又酸又辣 大概就是 乘以1.5倍的Tabasco 哇,超強 但是 配合起司我覺得蠻解膩的 那接下來我來看看這個 酸黃瓜小熱狗 好,酸黃瓜小熱狗呢 拍開來就長這樣子 好,來吃一下它的表皮 到底是真的有酸黃瓜嗎 它不是真的就像是 就是酸黃瓜片 然後直接包住了 有那個酸黃瓜的末 還有配合這個Dill的那個香料 在那個粉皮裡面 它酸度大概只有大概 三分之十 十分之三了 哦,十分之三 對對對,數學不好 哈哈,露餡了 那我一樣 我蘸一下這個Taco辣醬好了 然後蘸了Taco辣醬來吃吃看 我比較喜歡吃Taco辣醬 很濃郁的那個墨西哥的那種 辛香料的味道 很沖鼻 不是單純的就是辣和酸而已 它的酸大概只有兩分酸而已 然後呢微鹹 然後沒有很甜 大概洋蔥啊蒜味各方面非常濃郁 所以我個人覺得 如果要沾比較多次的話呢 吃這種炸物可以配這個Taco的醬料 嗯,比較不會太酸太辣 好,接下來就是這個炸鳥巢 好,你看齁 這一樣用Pizza機烤出來的呢 也是一樣非常酥脆 而且我也沒放油 好,沾一下 這是它的那個本身 包裝裡提供的這個醬油 我猜可能跟天婦羅的那種醬油 甜醬油差不多吧 欸,沒錯 很接近 鹹味再稍微再鹹一點 因為我 弄到有點微焦 所以非常的香氣 有那種微焦的那個苦感有沒有 微焦那個洋蔥和韭菜 蔥、胡蘿蔔絲 我覺得小朋友會喜歡吃這道菜 如果你希望小朋友多吃點蔬菜的話呢 這個可以代替那個馬鈴薯片 或是薯條之類的 可能會健康一些 嗯,哦 非常的香脆 欸,這個好吃耶 那接下來呢 我來看一下這個河粉啦 這河粉的份量呢 大概是三歲小孩的份量 如果硬撈出來的話 大概是這麼多 就這樣子兩口麵 所以呢,對我來說 大概就是兩口麵 三口湯就吃完了 好,沒關係 它口感 跟外面的牛肉和粉店吃的不一樣 它的麵呢 這個粉條呢 比較短而且比較彈牙一些 然後 可是它那個 那個辛香料也是非常的濃郁 你看那個湯裡面啊 高湯裡 看得到非常多的這個 肉末、肉渣的感覺 然後很多那個 類似韭菜啊 或是香茅的那種葉子的墨在裡面 所以看起來非常濃郁 所以看起來非常濃郁 好,來喝一口湯 吃一下肉 肉其實 它是偏老的口感 但是還是咬得動啦 不會吃力 然後吃起來牛肉味也蠻重的 重點是它的調味 我不是很喜歡 它有一個問題 它目測看上去很濃郁 因為雜質很多 但是喝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單飽 那個湯頭 就很水 然後呢 鹹味我覺得只有一分鹹 就是不太夠鹹 不夠鹹的話呢 它的那個 一些其它的那個 辛香的味道太重了 所以我就覺得 嗯,吃起來 吃了一口不會想再吃第二口 噢 噢 我們有按照 它的那個微波時間弄 可是還是 麵的口感 比較硬一點 而且它沒有明顯的那個 彈性上也比較不行 所以呢 真的不會再買第二次 所以有沒有朋友也買過這一款 然後吃起來覺得好吃的 那 我完全百分之百尊重 因為每個人口味本來就不同 所以不要說什麼 我是故意在批評它的菜色 沒有,我就是說出我的感受而已 那我個人覺得呢 失敗 那我寧可買那種 Costco有賣那種 就是 直接是像類似泡麵的那個河粉 我覺得那個調味還比這個好 雖然那個我也不太很 不太喜歡吃 好吧 還是那個 掏錢去真正越南河粉店 專賣店吃好了 嗯 接下來來品嘗一下這個燒麥 好 燒麥來吃吃看 噢 噢 噢 我剛吃完這個牛肉河粉湯 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趕快想說燒麥應該很安全 對不對 結果一吃下去這個燒麥呢 它裡面也是有放點蔥 整個就是甜 當然不是跟珍珠奶茶那種甜 可是對燒麥來講 我覺得它是全糖的甜 我們平常喝珍珠奶茶 大概喝三分糖或以下 然後這個燒麥對我來講 就好像你去燒麥店 然後那店員問你 請問你的燒麥甜度要調整嗎 然後我說 我只要微糖或少糖三分糖 然後它給我全糖這樣子 就是甜 然後鹹度大概只有1吧 OK 好燒麥先讓它休息一下 我不想吃第二口 好 煎餃來一下 煎餃也是豬肉的 它不會偷懶吧 連港式燒麥和日式煎餃 用同一種內餡 會這樣子嗎 好 希望不會 好喔 不會 它內餡看起來是高麗菜 不是像上賣裡面 是用類似蔥 鹹度大概有四五分鹹的 所以是鹹度是夠鹹的 就是說你不用沾醬油 你也覺得夠鹹 夠好吃 高麗菜可以吃到 微微的那種蔬菜的口感 然後皮呢 雖然吃得出來是雞蟹皮 就是比較沒有什麼 那個麵筋 不過日式的 那種煎餃好像本來也就是 就是這樣子 就是薄薄的麵皮 不會像那種什麼山東水餃啊 那種北方大鍋貼啊 那種那麼講究 這個的話我就覺得說是 如果家父親梅華人超市 亞洲超市 很想吃煎餃的話 來吃一下我覺得是可以滿足你 我也覺得 那尤其是呢 再沾一下天婦羅的這個醬料 嗯 也不錯 這個煎餃我覺得可以 好接下來呢 就來了 蔥油餅 看起來非常的好吃 可口 來吧先切一小塊 這個蔥油餅呢 網路上評價非常的高 你光看它這個側面呢 就看得出來 這個蔥油餅的這個空氣感 我目測呢 有1 2 3 4 5 6 7 8 9 大概9到10層喔 薄層的感覺 而且呢 肉眼也看得到蠻多蔥 然後不會像有些蔥油餅看不到蔥 喔 喔 空氣感十足 外面呢 脆 然後裡面呢 還是吃得到 蔥油餅乾有那個麵的 勁到有點Q勁的那種感覺 然後那個麵粉的香味 是吃得到的 只是因為我們自己在家裡煎呢 用的油 不夠多 所以呢 我會希望它的油再多一點點 而且尤其是如果要用什麼 要用豬油是不是 或是用什麼 動物性的油來煎 它可能會更香 我們用的是酪梨油 因為呢 我們在家裡呢 是注重健康嘛 所以就沒有用到 呃 太多的那個 豬油啊 或什麼來煎 那我就覺得那個 那個香氣呢 稍顯不足 但是蔥油餅本身 我覺得是很合格的 在台灣我吃到那種更好吃的 專門的那種蔥油餅攤呢 我會覺得相比起來呢 一般外面買的呢 可能會再更厚一些 然後鹹味也會再更鹹一點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個 鹹味來講 稍微淡了一點點 所以呢 如果有醬料沾著吃呢 會更好吃 但是我覺得這個表現 對我來講 在美國能夠輕鬆的吃到 我覺得已經有80分的水準了 算是很高的評價 嗯 好 那因為這個味道比較不夠呢 我就想說呢 直接來呢 加一點這個 公保雞上去 這種口味重的東西 加一點花生 一些蒜末 青椒 好 這樣弄得像這個公保雞丁披薩一樣 對不對 這樣子吃起來我來看看 嗯 這個薄餅 包這個有點 鹹中帶點甜酸的這種醬料 我覺得特別搭 那雞肉要切得更小一點 加起來吃更好吃 但是我覺得這樣吃已經很好吃了 我覺得光是這樣一餐呢 就可以滿足 有時候你胃很想吃中餐的時候 這樣搭配起來吃 我就覺得很滿意了 嗯 嗯 OK 再單吃一下這個味道 確實它以我理想中的公保雞丁來說的話呢 它比較不辣 然後甜味也 大概再加了大概 比我預期中的呢 再更甜的大概兩三成左右 所以不是我內心中覺得真的好吃的公保雞丁 如果大家還沒吃過那個 美國Panel Express 或是熊貓快餐的公保雞丁呢 我覺得它雖然稱不上道地 但是它的調味我覺得是我可以達到那種就是滿意的點上去 因為它有一種煙燻的那種焦香氣 那種就是微嗆辣的那種感覺 所以Panel Express的那個公保雞丁呢 只要我找不到中餐有沒有很想吃鹹的口味的東西 我就會去那邊買一份公保雞丁來吃 那這個呢 就是確實是迎合非亞洲人的口感 就是調味上呢 比較甜也比較不辣 有些雞塊呢 也像這麼大塊出現在公保雞丁裡面 我就覺得就變公保雞塊了 就不是公保雞丁 它應該再細心一點把它弄得更小 好接下來呢 這個煮了很久的韓式辣炒年糕 它比我想像中的好吃 因為我們一開始在煮的時候 我們以為我們水加太多 其實也是按照它的配方 加了一杯水進去跟它醬汁融 我們一開始看的時候 以為醬汁太稀了 可是因為我們煮的時間 其實它包裝上建議8到10分鐘 我們實際上煮了大概12到14分鐘 就覺得我們其實這樣覺得這樣剛剛好 因為它醬汁收的也比較濃稠一點 有沒有 那濃稠的醬汁呢 才比較可以包覆在它的年糕上面 那年糕也還算QQQ彈 滿有嚼勁的 並沒有煮到爛掉 然後重點是它的這個 醬汁的辛香料 非常的多層次 也非常的厚實 它就不是只是辣和酸而已 它辛香料蠻多的 然後甜度呢也有大概3-4分甜 然後當然該有的鹹度也有 然後辣度也有中辣喔 所以大家不敢吃辣的 確實也要謹慎的吃 但是我覺得它算是蠻成功的 就是你 你城市沒有韓國超市的話 那怎麼辦呢 你買這個可以稍微 或是你自己再加工一下 你要辣一點鹹一點 就自己再稍微加工一下 可是我覺得 已經有80分了 接下來呢 要從亞洲呢 飛行到義大利 或西班牙 這個是 紅椒 紅田椒裡面呢 包了起司 這個 感覺起來呢 不好做 這個呢 如果住在台灣的朋友呢 就會 應該跟我有一樣的感覺 你就看到那種 番茄中間切一半夾蜜餡對不對 夾這個烏梅進去有沒有 我先吃一半好了 哇 這味道比想像中好吃耶 我以為是像 吃那種什麼橄欖油配橄欖那種 很苦澀油鹹鹹酸酸的感覺 可是不會 它甜度大概有3-4分甜 然後辣度大概1-2分辣 然後起司呢 鹹味也不會讓你覺得很誇張的鹹 大概也是2-3分鹹而已 然後起司它是那種粉粉的那種起司 所以不會 不是咬下去會黏牙齒的 加了一些creamy的感覺 然後 因為它的甜是很順口的 那個酸和甜的比例 拿捏得剛剛好 和鹹的程度 整體來講算是非常的 平衡的味道 所以吃下去呢 你會覺得 如果以西餐的角度來講的話 這應該算零食嗎 還是 就是喝紅酒之後 配著這個醬汁吃嗎 或是吃一大一面的時候 放幾顆在上面 它已經有點接近 像是台灣醃過的那種番茄 因為它確實是醃製在這個醬料裡 把番茄能夠做到這樣 我覺得 如果我是歐洲人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東西做的真的蠻好吃的 這是甜椒還是番茄 應該是甜椒 可是吃起來真的快點有點接近番茄 因為它已經把那個甜味有弄進去了 那我就好想它這個醬汁到底是什麼 我倒一點出來看 它這是油還是醬汁 還是它本身有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它就是油 就是純油而已 我以為它是泡在一個 又酸又甜又辣的油 然後長期讓它醃漬在裡面 結果不是 它是食物本身就已經有那個味道 然後這個油只是保存它的這個新鮮度而已 但是你如果想要用這個油來炒意大利麵 什麼的應該也是OK的 我覺得這個 吃西餐的時候可以來用一下 可以虎虎人 就是華人朋友啊 請老外來家裡吃飯的時候有沒有 你擺幾個東西用一個比較 碟製的這個碗 小碟子裝起來 人家以為是你自己做的事 覺得這道料理高級喔 感覺配那種調酒有沒有 那種幾顆牙籤插在上面吃起來 感覺你到了什麼奧斯卡的宴會廳一樣 而且賣的價格很便宜 可以虎虎人 讓人家以為你的這個歐洲的美食品會非常的高 接下來呢 好 那就零食也來順便試吃一下好了 這個鬼椒洋芋片 包裝上都是火齁 它的字我覺得寫得太含蓄了一點 這個洋芋片看起來高級耶 它是看起來像薯格格 它是非常細膩的薯格格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精緻的細膩的紋路 它的脆度比一般的洋芋片再乾脆一點 吃到第二片呢 我在等它的尾勁 大概是小辣和中辣之間的辣度 然後你看過了十幾秒 辣度有稍微再深溫一點 然後鹹度大概只有三四分鹹 所以還好不會很重 不會很鹹 它最主要的味道還是辣 吃起來很爽口不油膩 我覺得 而且是你不會覺得很膩 你知道美國洋芋片有些那種口味啊 又是起司加BBQ加什麼的 一些混搭兩三種口味在一片洋芋片裡面 然後有些吃了幾片以後 你會覺得太鹹都很難下咽有沒有 它不會太鹹 所以我覺得這是好的地方 只是不敢吃辣的人 吃了兩三片可能會覺得 哇 像我現在喉嚨和鼻腔 就已經開始有點辣辣的刺痛感 所以不愛吃辣的人 可能吃個一兩片就受不了了 愛吃辣的人我覺得你可以一直吃下去 不會讓你覺得太鹹 一直要喝水這樣子 嗯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的那個洋芋片 好啦 翻後甜點 這一塊長這樣齁 外面的巧克力裡面就放了那種三種 美國人常吃的零食餅乾 它咬下去口感比我想像中的好 因為它的巧克力醬是貫穿在整塊裡面 並不是只有外層是巧克力 所以裡面咬起來還是融為一體 是那種巧克力的那種綿密的那種感覺 非常的滑順 然後不會是一咬進去全部就是乾乾的那個餅乾 可是呢我吃下去說實在的 我就是吃起來就覺得 大概有洋芋片啊 然後那個Pretzo或是這個 這個玉米片 就其實吃起來混在一起的時候 你其實很難去拆開來 嘗到各個餅乾在一起 你就覺得只是一堆脆脆的東西混在一起 是有那個玉米香和那個洋芋片的口感 吃完以後鼻腔裡面是隱約的感受得到 Pretzo的存在感呢 比較不明顯 其實它廣告起來看起來很新奇 吃起來呢有點怪怪的 就是我的感覺 就這樣其實感覺沒有很搭 它硬要弄鹹 那其實也沒有吃得出來明顯的鹹味 就只是尾勁呢 就是有那種玉米和洋芋片那種 那種炸的那種油炸味 你就覺得 好像真的是發明家呢 就是隨便亂混在一起亂做的 好啦算它有創意啦 算是真的吸引到我買了 至於說會不會特別好吃特別想吃呢 就真的普通沒有一定要吃這個 因為主要還是巧克力的味道 蓋過一切 好啦今天試吃了這麼多東西呢 希望對觀眾朋友有幫助 尤其是住美國或是之後要來美國旅遊的 Trader Joe這間超市呢 在美國算是蠻火的一家店 很多美國當地的這個居民呢 也常常抱怨說 Trader Joe每次停車場呢都太小了 根本車子都停不夠 因為大家很愛去買東西 一個城市聽說Trader Joe要在那邊開幕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這個Trader Joe呢 或是很多華人會叫它缺德舊 缺德的舊小舊子 就是亞洲食品呢 它真的算是很豐富 而且不是引進 就從亞洲進口的 它都是自家的研發的品牌口味 那有些呢 就是對我們華人味來講呢 就是口味太偏了 迎合美國市場 比較甜 然後該辣的也比較不夠辣 但是有些呢 確實也是還算是 對我們來講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今天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未來我們還會去做其他的開箱 再請大家一起陪我們一起收看 謝謝 剛剛大陶一起來的時候 就浪費了 然後就叫我試吃 來來來來 這個你先吃一下 快點 我要證明 我要證明我味覺沒有問題 你那麼喜歡吃越南河粉的人 來品嘗一下 對我們在 就是Trader Joe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覺得這應該很好吃 我對他期待很高 對肯定是必買 看到越南河粉的時候 就馬上拿了 毫不猶豫 我來看一下 我沒有吃過這麼難吃的東西耶 你看到 喔 這個課程到底在哪裡 這絕對不是小朋友愛吃的 也不會是大人愛吃的 他有一種 你好像喝到很重要的感覺對不對 對有一種 香飽味那些太重了 然後可是他們是沒有味道的 對然後沒有甜 就看起來很濃 可是沒有味道 好奇怪 忘了加鹽 然後 就是香料灑太多 真的就是苦勁 好怪喔 然後那個麵條沒有彈性 那個麵條像是減肥吃的那種 那種米做的不好吃的麵條 對沒彈性 不要買你不要買 然後我要看你吃燒賣 你要細膩的品嘗它的調味喔 完全不需要細膩品嘗 咬下去的那一口 你就覺得 怎麼這麼甜 你看廚師可能把糖當成鹽了 可是搞不好小朋友喜歡喔 所以搞不好這個小朋友喜歡 等一下晚一點給大家吃吃看 好 那你拿那個 你拿那個熱狗鍋去沾一下你的PerryPerrySauce 試試看 看對你來講辣不辣 沾多一點 沾一滴 那個味道 好重口味喔 我覺得這一罐我們可以吃三年 其實每一次吃一個東西 只要這樣一滴就夠了 好夠味的醬喔 那個甜的巧克力 好 你那麼愛吃甜食 看看對你來講 是不是有值得買 太普通的其他東西我們就不吃吃了 你就不吃了 就不吃了 我吃就好了 我吃吃看這個 一養下去還不錯 巧克力感很濃郁 可是偽禁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味道 一開始吃非常的美好 對 可是你不會覺得我在吃什麼奇怪的東西 我有感覺到 那個巧克力裡包裹的應該是洋芋片的口感 最明顯的是 吃到洋芋片的口感 其實也就像包米果一樣啊 沒有特別的硬 然後它的這個巧克力是 滿不錯的巧克力 摸在手上一下就會融掉的 嗯 巧克力口感很棒 哇 咬進去 剛咬的時候也很不錯 咬到後面的時候 一股油收味 就是完全是那個 洋芋片太油 有一些洋芋片 你吃完之後 你會覺得整個包裝袋都是油油的 手也油油的 它就是那種感覺 我覺得好像就是 結婚不小心遇到渣男 哈哈哈哈 就前面談戀愛都很美好 剛新婚也很好 馬上就 哇 來了 架錯人了 只會買一次 這也不便宜餒 就我可以買其他 巧克力 一大盒的米乾 對有很多很好吃的 對我可以買一大盒巧克力 餅乾 這這個 大概只有這麼一點而已 嗯 對 就好啦 吃過就好了齁 OK by bwd6